你要去幽州 是 为什么 韩德让 你什么时候变成了一个遇上事情只会逃避的人 案子还没有水落石出 上进一堆的事情在等着你 你却选择在这个时候一走了之 案子已有眉目 接下来如何决断 就是主上和皇后之事了 臣本就无意久留上京 况且 家中妻子自幼长在幽州 更适应那边的环境 现在正是朝中局势混乱的时候 高须女礼不怀好意 眼萨格虎视眈眈 你却为了一个莫须有的流言原子 这不是正中他们的下怀吗 臣已决 还望皇后莫要为难 流言止于智者 更何况你我之间本就清白坦荡 无稽之谈又何必放在心上 我都问心无愧 你又何必接还 韩四哥 参见主上 免礼 这件事 朕准了 朕来跟燕燕解释吧 你先下去吧 你先下去吧 朕告退 娘娘 朕先告退 燕燕 现在上京并不太平 文殊奴还小 各方势力蠢蠢欲动 他本应该在这个时候 与我们共同面对 却选择现在离开 但是你要为韩四哥着想啊 他有他的想法 他有他要顾全的人 现如今流言纷纷 你让他新婚妻死如何自处 你让韩四哥在朝堂之上 如何自处啊 这样吧 你先让他回去 等事情过去之后 朕 亲自请他回来如何 是他们想让韩德让走 还是你想让他走 你心里怎么想的朕知道 朕告诉你 你多心了 你明知道 韩德让此时离开 会让这些阴险之人 更肆无忌惮 你还放让他走 那朕告诉你 在朕的心里 南京跟上京一样重要 朕 还有钥匙在身 先去厨房吧